天助骑士!勇士连传三大噩耗让科尔叹息!詹姆斯一言竟显亡者之气! 北京时间6月3日,NBA季后赛继续进行,总决赛的第一场早已经落下帷幕,虽然詹姆斯全场拿到了51分,但是骑士队依然在加实赛中落败,不过,詹姆斯的超神表现却让骑士队球迷,看到了骑士队在这一轮系列赛获胜的希望。 而且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勇士队内遭遇到了伤病的严重袭击,根据两支球队的伤病情况看来,G21战骑士队很有可能在勇士队的主场带走一场胜利。 首先就是勇士队核心球员之一的汤普森,他在G1的那一场比赛中被骑士队J2缠倒在的导致左腿被挫伤,虽然在后续的比赛中汤普森及时回归帮助球队取胜,而且在赛后的X光初步检查中也呈阴性, 但是目前根据美媒报道称汤普森左脚踝高位扭伤,并且肿胀严重,能否出席G2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而勇士队的第二个坏消息就是伊哥达拉膝盖的伤势恢复情况并不良好,勇士队教练组并不希望伊哥达拉贸然出战,而一旦伊哥达拉继续缺席,那么对于詹姆斯的防守依然没有很好的办法。 而勇士队第三个坏消息就是替补球员麦考是因为腰椎挫伤,状态同样是出战成疑。 对于骑士队来说,勇士队遭遇到伤病的情况无疑对他们是非常有利,如果可以在勇士队主场带走一场胜利回到克利夫兰,那么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没人可以确定。 而谈及到即将来临的总决赛第二场比赛,骑士队球员詹姆斯也是信心满满,他表示称,对于如何让自己每天都保持最好的状态,我已经找到了最佳的平衡,我知道该如何使自己每天都处于最佳状态。 可以说詹姆斯的这一番言论完全涵盖了他坚持已久的自律,对于詹姆斯来说,一般球迷都会认为他身体天赋历史罕见, 但是没人知道的是詹姆斯的保养的过程绝不是常人可以忍受,这也是詹姆斯为什么在33岁的年纪依然成为了东部的霸主,这一番话倒进了詹姆斯的雄心壮志。 对于即将来临的G2,骑士队能否复仇,让我们拭目以待。